請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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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今天會冷嗎 不會吧 不會吧 因為來在座的 所有人都是一個 沒有愛心的人 所以擠來擠去 擠來擠去都會擠去收 所以非常感動 我在座的 起來的時候 我說 老一句 摸到 不是我的手摸到我的朋友 有一個風 我非常非常 開心 哇 在座的起來 我們擠起來的時候 我們會說 我還會 是不是非常好 我們換在世間 尤其換在台灣 台灣的未來 要靠你們 所以你們是非常 非常偉大 我抱歉 我台記不太會練動 稍微看參一下 你們非常非常的偉大 所以 因此 我們先掌聲鼓勵 給自己鼓勵一下 好不好 謝謝 小人 美 畢書長 說 給你 我 我說 我這樣 就這樣 第一點就是 這邊讓我們自己鼓勵 又加強 又人口 今天要說的 這也是臨時 本來是說 我準備 差不多 有機會的時候 一两点钟都在里面 好发去诠释我们现在的状况 今天要说的是台湾的地位 这点早上接到别书都说 哎 这一位 那都11点到12点的时间 让你的时间我还没睡觉 哎呀 我就很惨了 不知道怎么说 都是忆时来的 但是我姊妹有做梦 梦得很惨 跟这有关系 我会看下来 那梦一天很好 一天朋友到底在那里玩 玩到最后 要不是睡觉 就在土石流 哇 我眼睛看他们土石流 全部我们下来的是 死的孩子 两个妈妈 我就好 我就在那儿大声说 哎呀 危险 结果呢 我死的弟弟也在那儿 我也在那儿 我是在隔壁 那当时我看到的那儿 那个头和酒头 就开始要参人了 我说我们来走 我们死的走 走出来 到结果呢 结果水啊 都抹起来 人就开始有的人在桌面 有的人在桌面 都出来了 人要过来那儿 划船 去救很多人 我那时候根本不清楚 这个问题是什么 我不知道 我就乘起来坐在那儿 又去思考 为什么会有这种的房地 但是我还躲着睡 睡了 马上又显出来 啊 划船那些人 就是所有在做的人 来救台湾人 你知道吗 那种的感觉 深深打动我里面的深处 中华民国流亡的政府 将所有 完全在迷惑 迷失的方向中 的那些人 正像土石流一样 那些人 也是我们的兄哥 我们的阿姊 我们的阿公 我们的阿嬷 早期 我们也是努力打拼 为了台湾 对不对 那些都是有感情的 我看到那四个小孩 下来的时候 抓那种 手的感觉 我有那些心疼 我当时不知道 那个妹子 当时我们隔壁的人 听到我的声音 没有 有挣扎 但是回头回头 我又睡觉 又起来的时候 是说 啊 我们今天的重控就是这样 我们台湾的地位 未来 有人知道吗 很多人不知道 很多人就说 啊 没关系 保持现状就好了 这样就好了 不要再批评 这样就可以了 有时就说 中国不是我们的 有时说 哦 你这种做到 多次 多次 有时候他会讲 有时候他 不能说了 保持这样就好了 所以我们非常非常的悲哀 现在就是说 我们在这个未来 在不清楚的状况之下 不清楚的状况之下 我们该如何 我们该如何去了解 你给我感觉 我用感情太多的不舍 太多的疼痛 我就迷糊了 但是我回到今天坐在这里 跟你们同在一个位置的时候 我发现一个是 啊 要抛开我们的情感 抛开我们的情感 我们要怎么样 从法理的论述去看 我们越看越清楚 越看越明白 而原来我们以往 多模糊 因为我们不要 我们也是 把这些论述放在旁边 自认为我们以前 民进党所带领我们的 对不起 民进党所带领我们的是对的 所以呢 所以呢 他的基础 所给我们的 都是一个模糊的状态 所以今天我们看见 台湾人民 因为 是在战国之后 国籍呢 被什么 被剥夺了嘛 所以我们被剥夺了 所以在法理上 我们是没有什么 没有国籍 没有国家 没有国籍 是不是 我已经是沦为这个 没有身份 所以这代表的意义 法理上 台湾人民的生命 跟财产 就怎么样 没有保障 对不对 从这里慢慢的 慢慢的庆祝的时候 发现台湾的领土 在还没有确定 还没有到最终的时候 到了一个最终的地位 我们这个生命财产 没有真正的得着保障 也因此呢 我越过越觉得说 啊 我们必须更进一步的了解 从我们的林博士 从经过了这样法理的论述 说清了整个问题 整个轮廓 台湾领土这所有权 目前我们必须弄得清楚 在1895年5月8号 日清马关条约 它是大清帝国 跟日本帝国战争的时候 大清帝国败了 所以无条件的将什么呢 将台湾割让给日本 从这个论述里面 从这个条约里面很清楚的看见 归属日本是事实的 直到今天呢 有没有改变 没有改变 所以在了1945年4月1号 因大日本帝国宪法完全的实行的时候呢 被编入为万国公法 这个是适用于日本国家之领土 在实行的时候 所以呢 因此这个天皇对台湾的领土 他是所有权人 很明朗的很明白的 那日本的政府对台湾的领土 他当然是有管理权 所以从这里一一的说明 很清楚让我们看见 台湾的安全跟台湾的权利 在台湾这个国际的地位 牵涉到了台湾的安全 也牵涉到了台湾的利益 所以最后定稿的时候呢 在1952年的4月28号 旧金山合约 说的非常的清楚 属于日本天皇所有 但是呢被什么 美军 我们去看看被美国军事占领 被美国军事占领 之后因为战争 那个时候流亡政府 那个流亡政府 这个主头是谁呢 哎呀 这样解释 就这样的解释了 他就是一个流亡 知名的政府来代替 因此中华这个民国离王政府 这个恶行罪行 在我们的台湾实施了一些 非常可恶 非常可慕的 这个行为 谁 是坐拥走 是谁 当时美国了 当时他答应他 他答应他 就让他暂时的管理 将台湾人民 也不知道 现在你看有许多的 选举啦 抗争啦 我们结果 我们都是 抗争的对象都错了 秘书长有讲 我们不是在街上乱抗争啊 我们要向谁抗争 向美国 向谁情愿 向美国 这个才是我们真正的 这个方向 但是呢 没有经过这样的一个 这个 学生的教导的话 我们根本不清楚 那台湾与中华民国 为什么都不是国家 前面已经讲过很清楚了 现在台湾的地位是 日俗 美什么 美战 对不对 台湾的地位讲得很清楚 因为日本在 昭和天皇的 在1945年4月1号的时候 有一个昭书 那个昭书 以台湾实施了日本宪法 以国际法 台湾成为日本 神神不可分割的领土 说得很清楚嘛 是不是 所以我们知道嘛 所以台湾是一个国家吗 不是嘛 中华民国是一个国家吗 不是嘛 这是不是我们自己讲的 不是 对不对 这是法律讲的 这讲得非常的清楚 所以你看这边 招书是证明的 这不是人 是我们自己编写的 天皇的招书写 在这里非常的清楚 所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66年来 一直在美国保护之下 台湾处在美国的军事 政府的管辖下 简称叫做 US什么 NG 对 这个就是今天美国政府 在台湾一直在实施管理 但是民进党什么 咬什么大人呢 啊 听到了说 我没有看到美国政府 那个美国军事政府 我在那边害他说 好奇怪 诶 他们是最起码当代的大佬 对不对 当代的大佬 他就是当代的老大 结果说出 没有军事政府 你这是不是可笑 他老婆当然 当现在他老婆也在大陆了 没有话讲 他已经心里面都是中国了嘛 所以我们在今天 我们看见 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 太平洋战争 将这个日本打败了以后呢 政府了以后 主要他是一个占领国 这里在在的说明 我们台湾跟中华民国 他不是国家 不是国家 那中华民国在台湾 是代表了美国当局 然后被美国政府留在这里 今天他是流亡在哪里 台湾 对不对 所以因此呢 你说中国大陆不清楚吗 中国大陆当这个奥林匹克要 在这个去打球的时候呢 我们带他们说 我爱国家 带着什么国旗 怎么样 向前走 结果 中国大陆都No不行 对不对 他说你要命 我们换来换去换到幕僚 还是中国台北吗 中华台北 所以中国人也非常的清楚 中华民国这个是流亡政府 如今在哪里在台北 对不对 所以呢他永远被称为中华台北 所以在这里我们必须看见 在战争法里面来看 美国有责任跟义务来协助 我们本独台湾人民政府 我们本独台湾人民政府 讲这个中华民国流亡政府 驱离到哪里 哎呀金门马祖 对不对 上次我们有讲宣誓 我们希望他宣誓是到那边宣誓 到金门马祖宣誓 我是中华民国政府 他可以在那边不要讲流亡政府了 因为他是他自己的土地 他在这里他说 我是中华民国流亡政府 他能这么讲 我们也赞成了对不对 但是他应该 所以美国有这个义务 来协助将中华民国流亡政府 驱离在台湾到金门马祖 因为台湾彭湖这些的周边的岛屿 归属于日本天皇的 这些很清楚的告诉我们 所以从法理的这个角度来看 有哪一点能够说明 而且证明我们中华民国 台湾是一个国家 都在在的告诉我们 里面没有一句话告诉我们 台湾是国家 中华民国是国家 所以这个蒋介石在国共内战的时候 屡次怎么样 哎呀看起来他有没有在哭 你看看你不要看 他那个以前是江浙阿拉华讲话 救救我 他向谁救呢 他屡次败仗 拜他就怎么样逃啊 对不对 他就向麦卡丛 将军让我夺到台湾 否则呢我无处可逃 他后面说嗯嗯嗯哭了 对不对 比爱 诶这个相片不是灭造的耶 那人不是能够找一个人 那那那那那那好呢 真人正式的故事啊 那第二个你说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被日本打得 就是打败了嘛 然后呢投到了四川重庆 结果终究啊终灾后呢 又被那个毛泽东啊打得一塌糊涂啊 打得这个贵不成军 又回到菲律宾啊 菲律宾不收纳他 哎呀他实在非常的痛苦 啊 他说菲律宾又不收留我 若不逃到台湾 我就不是要跳海了吗 那一次跳海 我们今天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那就所以这个邦庸 还是美国叫这个麦克尔森 当时呢这个状况 但是这个一个 他一逃到台湾来以后 这个自从台湾 不是流亡政府入台以后 台湾我们可爱的台湾 开始完全变了 他除杀了所有的精英 在座的还好不是在那个时候 在那个时候一个一个的连夜隔天了 一看又怎么会不见呢 哎呀怎么他不见呢 当时的状况 我们的精英就是这样的 一个一个的被这个流亡政府 蒋介石等人啊 真的是非常的令我们非常的震撼 只有无奈的期望 中华民国流亡政府的体制下 他们还是顺着在那选举搞选举啊 在那里搞抗争啊 这一些一直都在那里 附在这个流亡政府的 假民主的体制下 那有时候哎呀我不满啊 我怎么样啊都抗争 结果呢没有什么结果 就抗到末了也不了了之 因为他有时候把我们当成 像马戏团一样刷猴子啊 你看看猴子很棒啊很漂亮啊 帮我们刷了刷去的 没有尊严 没有自我 被欺辱 这种感觉 台湾人啊比爱啊 是不是这样 台湾人是不是比爱 所以我们最后有一个说 当觉醒 今天我们来到这里 是要做台湾民政府的高级官员 对不对 各个都必须有责任跟义务 从我们现在开始自己要先觉醒 以后所带来的人才能够一个一个的 因着你的觉醒 因着你知道 从这个法理的论述 进入到核心 让它清楚 以前我们所跟随的这个火车头 哇 大家折到这样 放到核心 打拼 为了台湾独立 对不对 那一部的火车头 大家都很爱慕 对后边对到几十几年了 要走路我们也走 像山路海 都打拼出 出钱出力 我们以前是不是这个样子 但这回了解了 被双去的幸运 我就在那儿FB那儿坐在那儿 大家都说 我们绝对不要去投票 我太太 她的专家都是深绿的 深的不能再深了 那我坐在那儿 我太太就告诉我 你为你不选 我会同意 但是最近蔡英文你看 气势这么好 无论如何 你一定要去投票 明天才要去投票 我以前都孙女 那时候我就说 老婆 给我 自由的算定好不好 但是 我也很不敢 我会感受一下 口水 吞泥下去 台湾独立 我说 老婆 我没有办法顺你 我说 给我空间 因为我看准了 法理论书 让我更明白 台湾的地位 我不会再迷失 我不会再走我以往 那个迂回的路 后来她说 她说 她的头 又没有我的头 有发声吗 没有我的头 有发声吗 我说 老婆 不痛 我头没有发声 我心发声 然后那天 他在下 又告诉我 买不 我们来了 我们家边 我们老顶 都也是 胜利的 我就坐在那 很愚蠢 我就想自己说 我不知道该如何选择 但是从看见了法理论书料 我坚定我的看法 我坚定我的想法 我要坐在那里 我拒绝投票 哇 FB里面的人 马上说 加油 真的说 加油 我相信大家都很辛苦 包括我们的副主席 坐在后面 看到他也是很辛苦 他跟班长 我们这个 华东的这个 副主席 你看 我们每个人都来 美国人来到这里 要花钱 我太太 没有说 离开那边是OK的 这钱放在这里 欠缺缺缺缺 我相信在做的 很多人是这样 我专门 我专门的 有一个人 他可以开车的 他带人来 叫我太太 来说 我要做生理 结果他一直来到这里 晚上要睡 晚上半夜 就说我回来了 他再来 头上要去做生理 结果我来到这里 我说我不敢说 做这事情 跟我们再来说 你看 我们那里 很可爱 台湾人 我们台湾人民 这么样的可爱 今天来到这里 都有时复 这么大 这么大 所以说 看到你们 我们台湾有希望 我们鼓励自己 好不好 所以这种的情形 经过了我们的国际 我看了这个 国际法所规定的这些 我们这个战学不谈 我们先谈到 当这个 国民党这个 中华民国的体制下来的时候 我们发现一个问题 所以当这个 国民党 中华民国的体制下来的时候 来到这里了以后 我们看见 这个 不仅仅是台湾任何一个人 我们原住民的生活 是非常非常的不一样 不一样 所以呢 我从这个例子 这个拍写 这个操作 操作的问题 不是我们的电脑问题 不是我们的电脑问题 稍等一时 这个 稍等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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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可怜 我们的电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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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造了一个很完美的火车头 你知道吗 那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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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蓝图做得非常非常的好 你知道 秘书长 何瑞远 发现了这样的蓝图 他就设计了这个蓝图 之后呢 打造出非常棒的一个火车头 结构性 结构性 都非常完美 然后呢 这火车头 做完了 然后 华理论述呢 就是我们的轨道 法理论述是我们的轨道 火车头 放在这个轨道上 他要不要动 要不要动 但是没有煤炭啊 你知道吗 在座每一个人都是火种 是不是这样 你我都是火种 但是煤炭呢 煤炭还要靠着你去宣导 让所有台湾人都加入到这个火炉里面 然后接着火种燃烧 燃烧之后啊 就产生了怎么样 动力 这火车里面 气呢 蒸气会怎么样 啪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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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强而有力 对不对 我们的州长 对不对 强而有力产生了动力之后呢 他就开始 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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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啪 台湾民政府就是这一块火车头 但是在座的每一个人火车 那个我们是那个火的源头 那我们现在开始就要去推行 这个什么呢 推行更多的人来加入成为火炭 使我们呢进一步能够完成这样的一个论述 所以呢在今天呢 谁能告诉我们 我们到底是谁 我们刚才前面也看到了 谁能告诉我们 唯有台湾民政府能告诉你 对不对 又谁能告诉我的国家叫什么 以前我们不清楚台湾 台湾是我们的国家 所以台湾要独立 独立 结果呢 正确不正确 不正确 中华民国是我们的唯一的国家 正不正确 不正确 有什么法律来移记 证明我是个台湾人 我们抛开以往的情感 要从新的条理回到 这一个法理的论述去看见 因为以往这些都是给我们一个交着 给我们交着的状态 让我们越来越模糊 越来越不清楚 所以今天台湾人民活在政治的涟漪中 看见这个图案 手背什么 链条怎么样 绑住 我们看不到 但是在我们内心深处 都受到了捆绑 但是我们也看到我们有小孩子 我们有我们的儿孙 握在我们的手里 他要长大 但是我们没有办法给他在一个健康正常的环境长大 我们受到了欺辱 孩子也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 你看悲不悲哀 今天 多少人的盼望 多少人的人民的盼望 我们必须怎么样 回到法理的论述 只有回到法理的论述 才能够解决我们的问题 所以我们要抛开很多的情感因素 要从法理的论述来切入 重新来看台湾的定位 我们才可以 越来越清楚 越来越明白 所以美国不承认中华民国是一个国家 或是一个政府 是根据这些法理的事实 这个法理的事实 所以更应该清楚 中华民国宪法不能被视为真正的台湾 这一个组织 况且在1947年 在中国南京制定的时候 法理上 以日本台湾根本怎么样 没有任何的关系 对不对 因此 任何根据这个宪法所举行的选举 都被视为荒唐 很不良 对不对 所以我们今天看准了 完全是一个无效的选举 那我们还在这热衷 那个小猪 怎么样 满了我们的感情 我们负责有时候哭的 真的是 台湾人很可怜 所以台湾人民知道 台湾的历史真相的这个权利 那我们台湾人民也有拒绝被隐瞒的这个权利 而且我们在第二项权利 以自身的幸福 一个 这个我们的命运息息相关 谁都不能剥夺 没有一个人 权利 来剥夺你的权利 对不对 剥夺者呢 他就是一个 明明良心的罪人 你知道吗 所以本土台湾人 如果继续保持沉默呢 当然美国人也会认为 那是你心甘情愿的 对不对 像美国政府 认为我们台湾本土人 很心甘情愿被中华民国流亡政府来统治 是不是 我们没花钱嘛 对不对 所以呢任由他们来践踏台湾人民的尊严 剥夺台湾人民 奴役本土台湾人民 所以美国总统 没有美国呢 有心 重要是有心来帮忙 夜不再调 是不是这样的 今天很庆幸 有228个人来控告美国 我们才有今天 对不对 所以你前面所付出的代价 就是 照着他们的蓝图来设计了一个 非常棒的这个火车头 棒的这个火车头 所以我们看见了这样 我们就进一步的去了解 台湾人民生活在恋意中 有没有人知道台湾人民活在 真正的活在恋意中 有经历过的人举手 5号 在我们的生活中 或许都是看大体的 小的也更多 你看看我们就的老农民来看 老农民福利多不多 哎呀有的低的是一万四千多 高的是一万九不等 很多 那他们看病要不要钱 水电费有没有补助 你看老农民 一样是老人 那台湾呢 老农民 今天老农民有了 老人呢 生活今天有没有 以前有没有 以前没有 现在有的是从哪里开始 对呀 是不是这个样子 看病业要不要要钱 自费 对不对 那水电费有没有补助 没有 同样的老人 这公平吗 这有正义吗 中公教学长费有补助 我们呢 有没有补助 没有补助吗 同样的小孩子呢 为什么有两个模式 我们的部落 松罗村呢 两派 一个是柯家庄的 一个是原住民泰雅族的 我们申请东西啊 是一国两制 你知道吗 哎我们土地也不少啊 我们到银行去啊 你是松罗泰雅族 哦 哦 那个就知道了 结果没有 我弟弟有意思 为了申请做一个贷款 他拿这个 所有钱状啊 地很多啊 他一看 他申请一百万 还是三 他说你就申请一百万啊 你再多一点我都可以给你啊 结果到后面翻页 他是个 泰雅族 你知道吗 哦 对不起啊 你后面说 对不起啊 这个可能 你看看 这是不是一个 政治的另一 是不是这样子 孩子受到这样的一个侵辱 老农民可以休闲 每天早上三三五五的坐在榕树下 穿DECO 在那 下棋 喝茶 一个遛鸟 哎呀 我不知道遛什么鸟 啊 真的这样下棋 何等的自在啊 对不对 我们台湾老人 你知道吗 带着多病的身体 保禄我不知道 床胎我不知道 我在高雄七 看到老人 早上三四点就开始了 所以一天我就说 我不知道你有感觉吗 有一次 这个老爸上 早上起来 他就撒 哇 里面 多多多 我在后面看 我就说 我要设计 好好做一个纪录片 那时候我没有好的机会 我等 要到我好的机会的时候 他人回去了 这都是台湾人 对 我们的老人 你知道吗 这不是政治恋意 你看 趁早上起来 老旁边还有一大堆 旁边还掉东西 这边还掉东西 这边还掉东西 腿还这样 给乌鱼摆摆技术 多好你知 那是台湾老人 老鹅有这样吗 你現在從這邊走到高雄 你找看看有那個蚊子嗎 這種情形 到處都會看見台灣 都受到政治的戀意 是不是這樣 你的感心嗎 你還能夠說 哎呀我來到這裡 剛才必須人說 有沒有薪水 當然是有啦 有很多很多 美國人不是這樣說 你好像一個兩娘 米就在旁邊那裡有很多米 一個兩娘才不會毒米 還要吃米 它要補起來嘛 對不對 等它補起來之後 它可以怎樣 毒一下毒一下來吃嘛 是不是 這些都預備好了 民國怕什麼 都預備好了 所以你看我們這邊這裡 早上帶來阿嬤 早上帶來阿公 我們那裡有一個 是死的兒子 都是祝福 你知道嗎 是這樣叫的 是這樣叫的 有的人是叫這個 後腿要吃 要用後腿 後腿要吃 沒有錢耶 所以我們台灣人 你不敢吃 你會吃什麼 我們剛才說 熟白的 怕孫在我們的面前 有一天說 阿公 老公 你為什麼不幫我做 爸爸你是怎樣 你感受如何 你問我們自己的良心 我們感受如何 我們今天又沒有犧牲 不努力 為了台灣的政党 又不不法拚 你能對待你自己嗎 你能說得過去嗎 對不對 所以我們要給他們 我們今天來到這裡 坐著這隻的族 這個實在是 帶進另外一個 唯一的路 就是台灣民政府 所以你們很慶幸 我們還要給自己 鼓勵一下好不好 所以我們其實談了 這個整個完整的輪廓 整個完整的輪廓 我們知道 對不起 所以看見了 剛才那個畫面 我們越過 越覺得 真的是 我們真的是 厭不下這個氣 對不對 好 除此之外 我們來看看 另外一個 流亡政府實施的魅族計畫 黑席落在我們原住民的身上 你知道嗎 四五六十年來 大量的老農民 都怎麼樣 一到 我們的部落 你知道嗎 我好歹 你知道嗎 有一個 這土地就是他們的 好像雷山 很多地方 好的地方 都種什麼 高級的這一些 這個蜜桃 什麼什麼 都是他們這些 應該有錢 誰給他們的 政府給他們 那個政府叫做什麼 流亡政府 退出於官兵 退補會 全部錢都給人 給人 讓他能夠蓋照這個 就種植這些東西 但是你知道 他背後的陰謀是什麼 對啊 他要把你稀釋掉 然後啊 就開始出現了什麼 許多的媒婆 這個媒婆開箱 經過困難的 都來說 欸 哇 你們女兒 十四十五十六 就開始來找了 哎呀 你的女兒很漂亮啦 我們部落人說 你的女兒很漂亮 哎呀 你們生活很苦 那邊有一個上校 那邊那個 那個 退伍的阿兵哥 你嫁給他 他很好 然後 聽下去就幫叔叔啊 哇 有錢哪裏不好 是不是這樣 患者我 我也會啊 然後 打動兒女的心 是怎麼說 你看你爸爸媽媽 那樣痛苦 你嫁給他 我告訴你 改善你爸爸媽媽的生活 欸 他會感動 我們的兒孫 聽下去也是說 為了父母 好啊 我們去生沒關係嘛 對不對 就開始進行的怎麼樣 聯婚了 好 就已經聯婚的政策 很多媒體出來 就是這樣子 就是一直在宣導 真的是有計畫性的 然後 軍官的退伍呢 來文博洛做什麼 做老師 做老師 然後 講的北京話 也沒什麼好 那個東西 什麼叫那個東西 我聽不懂 那個東西 聽不懂嘛 所以我們原住民部落 齊寶田都輸百人 對不對 海軍的 很多阿妹做的時候 你哪裡給他去啦 你要去哪裡 你哪裡去 結果是說 我們這些老人說 你哪裡給他去啦 這都是他們海的 漸漸給我這樣 母語也不能說 對不對 但是我們說 我是過兩次的 不得講謊言 我爸爸是一 你看我爸爸用的 爸爸媽媽都用自己 我爸爸是 早期 日本一來的 修佛大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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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 當然 三十八軍進來之後 不得了 他就開始強 還好我父親當天 那天 去採購 採購 裡面整個都給他 就佔有 消防隊的那一個 小聯隊 我父親要進去的時候 有個小隊長 那個小隊員說 不大爺 他跟講說小隊長說不行不行 危險危險 不能進去 但是那是小隊長 他不去不行 他的責任跟義務在他身上 他一直衝著 那個 隊員也是原住民泰雅族 抓得緊緊的 他說不能去不能去 一去絕對死掉 所以當下就想到我媽媽 抬大醫院的父侍 就想到我媽媽抬大醫院的父侍之後 他就放下了 先去跟我母親 見會個面 把這個狀況跟他談的時候 我母親因為是住在泰雅族那邊 就逃到那邊 你知道嗎 逃到那邊之後 沒有安寧 我生長在 現在的松羅國家步道 松羅國家步道 在那個環境裡面 我父親為了逃避 他到巴渡 來煤礦坑三年 我媽媽自己親自把我生下來的 他是住禪師 生在現在入口的那個地方 那個生活 他回來以後 我父親還是被欺辱耶 他回來以後 他就去念了一山神學院 當了傳道師 上去講 是不是要用日文講 大家 用日文講的時候 行事主站在旁邊 馬上把他架著 我那時候幼年 看到了這個事情 看到三次 隨時都在 把你這個精英都這樣做 剛才我們講的 他沒做計畫 把人進入之後難怪 原住民 三十八萬 永遠是三十八萬 我奇怪我大小大到這樣 我以前說 我原住民都沒生嫁 我看我們弟弟嗎 生的生三四個 剛才生的六個 就知道 三百四百對不對 哪有的 補齊三十八個而已 因為我們的女子 嫁給中國人 生下來的孩子 變什麼 中國人 那我們離開了這個部落 回到了都會三年以後 我的身份後面寫 三地同胞不見了 我到我要選高雄市市議員的時候 才發現 我十三地同胞怎麼會沒有了 他就逐漸把你 我說我七十一年就 不要我丹青眼 我以前漢名字叫陳青龍 這都不好 我就問爸爸說 我今天是世丹的嗎 我爸爸不是啦 以前傳統 你說你們是世丹的 世媽 不管他們哥哥世媽 我爸爸世丹 很公平嗎 世的兒子不住 所有的地方 一樣的地方 變成世的兄弟 都世的名字 那就是誰 這不合理嘛 我了解 我馬上說 我不要我的丹青眼 丹青眼 丹青眼 我的名字叫丹青眼 我十早七十一年就沒有了 還要請的是 他說 不行 沒有這個例子 不能這樣子改名 我說 我不行 我要恢復原來 我不行給我的三塊的名字 我爭執了半年一年 他就恢復到三塊 好的 所以一次 兩次 三次 絕對成功 聽到三次 一次努力 不成功 沒關係 再來第二次 再打拼第三次 絕對台灣民進府 絕對成功 對不對 時間很快 還有兩三分鐘 沒關係 我說到哪裡 我們就那個 所以你看 追殘幼苗 魅族計畫 惡毒無良心 還有一點 最重要 他當老師之後 他利用補修 晚上補修 結果性侵了 性侵之後 沒有人告他 沒有人敢告 他是軍官 他又是老師 沒有人敢告 結果又成為他的妻子 這敢合理 我們是說 細細的去注意到 整個台灣的輪廓 你的會痛心 所以好感到台灣民進府來 所以我們更加努力 好嗎 摧殘幼苗 魅族惡毒無良心 這個就是告明堂的 所以今天今天 來到這裡 我非常感動 雖然經過過程 有多多的困難 聽到很多人說 我也不容易出門 經過很多很多的那種 這個方法 才能夠離開來 在這邊 我們都一樣 很多人在做的 都有可能面臨這個問題 但是為了台灣民政府的未來 今天我們都是高級幹部 不是只有你到這裡就夠 你快點去尋找 你需要的夥伴 好不好 他成為火炭 你們是火種 成為火彈 火火炭 讓他一個一個的堆起的時候 這火車頭就被按到 嘟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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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那是台灣民政府 就說 Hello 我們成功了 好不好 因為時間關係 我們在給我們自己鼓勵 謝謝 我們的班長又休息了 那個 來 有時間 聽你 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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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